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知识渊博 学识很广 但是他还有一个很过人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皮肤好 躲好 又细 又白 又嫩 还带着一点透明 他要是放在现代他去当网红 都不用PS 可惜他不是生在现代 他生在晋朝 当时正遇上八王之乱 晋朝的火土内 生灵涂炭刀兵四起 这个未戒 一戒书生 身体不太好 所以他就想啊 哎呀 怎么办 洛阳待不下去了 往南迁吧 希望可以在南方找到一个 安静平稳的地方 过着我的小日子 于是决定往南迁 可是家中有一个人不同意 谁呢 他妈妈 对他家有感情了吧 不想走 他就是跟他妈妈说 妈 你如果不走 我一个人走的话 大家会说我不笑的 您 走吧 跟我一起走嘛 你走嘛 走嘛 走嘛 这妈妈都是爱孩子的 所以最后妥协了 他备好了马车 把他妈迎上去 把家中的金银细软 全部准备好 往南走 由北到南 这一段路上 是各种的奔波呀 这未戒他身体 一天比一天的差 还遇到一件 打击他非常大的事情 什么事呢 他的妻子死了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他是一天比一天的憔悴 有一天 到了长江的旁边 他站在长江岸上 看着冬去的长江水 唉 心中非常的难过 各种滋味 从涌上心头 他在岸边 自言自语 说了一句话 看着这冬去的长江水 只要是有心甘的人 谁人能不百感交集呀 百感交集就从这边流传了出去 它就是讲一个人的感触 非常的多 心情非常的复杂 大话成语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